已经一个月了 今年的票房跟收视率都大幅成长近三成 但唯独坚持不请洋将引发球迷反弹的新浓牛队 不但票房零成长 而且收视率表现也垫底 传单发出去想要说服啦啦队坐到别的地方 近空新浓牛后方三类看台 向球团表达抗议 却被联盟工作人员制止 因为我们球团买的规定不能发传单 他这部分因为有人身攻击嘛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让你摆出来 球迷直疑新浓牛队本季打全本土阵容 说是培养国内选手 但其实是想省钱 这场比赛前已经五连败 而且人手不足 相较各队积极补枪 向今年回台的陈庸基 长达站上二类球迷派红收帐 橘色这边的统一是 两层龙相加做了八成满 牛队加油区 球迷相对稀落冷清 球团有多用心经营市场 市场的球迷都就会有多用心来回应你们 卖票窗口对比更强烈 新浓法人问津 统一这边大排成龙 统计本季主场票房 全联盟成长两成五 但新浓几乎零成长 如果不出门看转播 今年的收视率从去年0.338 翻红到0.431 但唯独新浓牛成了票房毒药 最低的几场都榜上有名 球迷不离不弃 头套只带 边抗议边看球 光看就不用进空 就已经很空的观众席 球团有没有心 一目了然 TV的新闻